台11线公路两侧经常有市主放养牛脂又疏于管理经常造成获释 19号上午多位议员也特别针对这个事情进行质询 要求县政府要定出管理办法 并加强牛脂调查及稽查减少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放养在台11线公路两侧的牛脂看来虽然十分的平和 一旦市主疏于管理放任牛脂爬爬噪 将是用路人生命安全的最大威胁 在东海岸台11线上最近这个牛脂的案件 普通不穷 每天都发展这个案件 一二早就再二三给你们提醒 给你们说 给你们拜托 其实相关单位会不会太厉害 我们只要死人 只要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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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次 早就要死人 现在就要不得案 再重两天 如果还要弄到 不是这里 都要死人 不够得到 那我想有一个提案是说 我們是不是四祖不要養在台神一線上的路邊 我們要有餘餘的規範 比如說在幾百公尺 你可以養 這樣子才會造成重大的事件發生 民眾對撞擊牛肢的焦工失誤 臨時的霸山 目前 文藝術會 該狀況比牛肢而爆發是懷命 日前 世故的牛肢也沒有掛過標 這個部分 文藝術是不是有管理的舒適 過去台11線車輛撞上牛肢的意外頻傳 而四祖厚著臉皮不承認 世故家屬求償無門 地方不但無奈也十分的不滿 認為縣府應該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議員在臨時會中 要求縣府必須硬起來 訂定相關的管理辦法 我們會把這個 那個額標的掛 就是掛額標的建立工作業 為重點的 機查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這個禮拜 到目前為止 也都還在持續陸續的機查當中 接下來我們 未來 剛剛包括 我們東南縣地人 正被提案 包括距離道路多少公尺 包括 它的買賣 或是出聲等等的登記這些 會是我們接下來 要訂知識條例的重點 那我們 會趕在下個月的臨時會之前 把這個 自治條例訂出來 除了訂定管理辦法之外 地方人士也希望 縣府應該加強牛隻的機查工作 同時納入檢舉機制 避免漢事再度發生 記者潘俊瑋台東市報導